你可以 第二回合兩分鐘 可以 可以的 好 還會過 新攻略機會在第二回合 請助理 好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對 怎麼了 我跟你講 這個 你們不要這樣小看我 因為 因為你看看 以前那個擦鞋的那個鞋童 他底下幫人家擦鞋 代表說他是有 他是可以肯吃苦的 然後肯吃苦 可是那個人看到說 他是這麼努力的人 所以他就會讚揚他 就會覺得 以後我有什麼錢 就會給他這樣子 不是 對 所以他就有可能一戲 就會變比較有錢 就是他是一個 你剛剛聽到擦鞋童 在討論股票的時候 代表什麼 連擦鞋童都知道 這支股票要買的時候 就代表全部人都知道了 那就代表他就是要跌了 壓 不會 你看 連擦鞋 擦鞋童都知道 你這樣講好像有道理 就是這樣 擦鞋童都知道 對 擦鞋童都知道 不是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了 因為我知道 因為那種好看 他不可以報給別人知道 就是你看這個人很有錢 他不會跟你講說 我要賺錢 我要賺錢 因為太低是跟這個擦鞋童 謝謝 好可以 他跟這個擦鞋童的人講說 我們這個社群收集 所以如果 如果暴低的話 我打死 你為什麼會有空呢 今天 你為什麼今天要有空 你為什麼今天要有空 你選獎金都選錯 沒有 他們觀眾會想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會答對 什麼時候會按對 他們會很好奇 會激發 他們會好奇 真的會好奇 觀眾會 因為太順了 好 謝謝 知道了 好 來 請揭曉 好累喔 好 擦鞋童理論說的就是 當這個社會上 已經是連那個在擦鞋童 他這麼不懂股票的人 他都已經在談論 而且很興奮 也想要進入股票市場的話 就代表這個時候 整個市場已經是 過熱的狀態 隨時都可能會反轉向下 所以就應該趕快逃了 陳崇銘 來 崇銘哥 那看到年紀比我長的參賽者 加油 好 沒問題 阿格力已經敘事再發了 好 準備 請 助理 我的答案是A A 索利 為什麼不是B 因為我覺得他 既然已經沉澱很多了對不對 你塗抹A酸 可能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不過講真的 我不是這專家 但是我覺得 雷射去清會比較快 因為我以前在學校教書買 機械工廠 你看那個鐵鏽 鐵鏽要怎麼清你知道 雷射過去就解決了 就亮晶晶了 就直接把它燒掉 所以我選擇A 雷射治療 妳以前在學校教什麼科系的 教機械 機械 對 請介紹 因為那是機器 對 說得沒有道理 好 還是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會覺得說 自己的腿如果有一些斑點 坑坑巴巴並不是很好看 要雷射去除疤除斑 但事實上打雷射之後 如果沒有把它保養好的話 它很可能顏色會反得更深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A酸 去塗抹在腳上 其實事實上 讓A酸擦在臉上也是美白的 你都可以擦在臉上 當然也可以把它擦在腿上 也會有很好的保養效果 就只是比較貴而已啦 打雷射轉給了 不好意思 好 好 方子起準備 請主題 這個滿難的耶 而且 但是我好像覺得 好像很常見到 一百元的這樣的 你趕快說 我的答案 答案點 快 我的答案是一百日圓 B 鎖定 我怎麼記得是五日圓 你應該猜錯了 我在想 可能猜錯了 來 借一借腳 答案了 好 那個五日圓 它的這個日文發音 聽起來跟緣分 非常的像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但神聖帶著五日圓 就會可以代表一種好運 那甚至也會把自己 跟這個有緣人 在這個五日圓的上面 寫上他跟你自己的名字 就希望可以把兩個人 緣分緊緊地牽在一起 那他們覺得 十五日圓 也是有很好兆頭的意思 所以在新年的時間 或者是平常到神社參拜 也會拿五日圓去參拜 清洗 把它放在錢包 就能夠一直把好運 都帶在身上 又到洛琪囉 那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不著急 她很快就過來了 不 我在這邊一下 我在這邊等一下 你們可能不會休息太久 好 請出這題 貓眼眼線 好 答案是B B 說定 貓眼眼線 妳剛剛要研究彩妝 是吧 對 因為好萊塢的女明星的眼線 都這邊會刮得很 拉得很多 會感覺比較火辣 然後穿著也是比較 算是性感的 然後現在他說那個腮紅 比較是我們現代的人才會畫 現在的腮紅 有很強要腮紅嗎 現在 現在還好 現在都比較是韓式 但是我覺得是貓眼的眼線是 那時候比較流行的狀容 貓眼眼線 答對了沒有 請介紹 很重要的一題 好緊張 答對了就發達了 發達了 發達了 我發達了 兩位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妳剛剛都無法提示啊 邏輯錯誤 四千元 什麼叫無法提示 妳聽不懂 有賣 有賢 來 請出下一題 我的答案是A 準定 一個地方待很長時間 這不是太合理了嗎 沒有 因為 因為你要跟著自己多相處 你才更認識自己 如果你一直換地方 就是你的心一直不定 想我去這邊玩 去那邊玩 去那邊 一直去探索 就是你對自己是不認識的 但你在這個地方待很久 你就覺得很安定 你是對自己是了解的 這一個地方能夠長長 長時間在待著是不是 對 你看喔 世嘉摩尼 對 世嘉摩尼 在普提書家頓悟成狗 他就在這個地方待了很久 他就懂了 他了解自己 他知道他自己所為何來了 所以就這地方待很久 你就可以更了解自己 你就覺得你的心是安定的 你就不一直想往更多地方 一直跑來跑去 因為你不安定 才會往很多地方跑 很有智慧吧 對不對 目前比較有感覺的回答 對 因為你把世嘉摩尼佛都端出來了 對 我再說你錯也不好意思 是嗎 來 戴緊這角 會不會答案就這麼合理呢 好 好 漂亮 曾智希 你不要提示我了 不要提示你是不是 請選擇 恭喜兩萬元 好 好 恭喜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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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提子比較好 終於 你不要提示我 終於 我們不希望要給提示 我真的很感動 太多感動了 很感動了 終於 他真的很帥 還有一題 還有一題 好 起初最後一題 植物也正在面臨滅絕的危機 哪一種植物在野外已經滅絕 但是因為陳時中被種植 目前還不太會消失 A 櫻花 B 銀杏 還不太會消失 植物正面臨 三秒 好 我A A 櫻花 為什麼不學銀杏 因為銀杏就比較是出現在 過年會那個擦那個銀 因為銀杏已經被你吃光了 對 因為我腦筋不太好 所以常常會吃銀杏 然後因為櫻花在很多城市 它都是一個比較 算是標的的植物 這樣譬如說就是日本 或是它不同種的櫻花 是它是會是被保留下來的 比較不會去被 就是被滅絕 就大概會去富裕它 就是不會 應該簡單講是 哪一個植物在城市 會被大量的種植 對 還不會消失 對 因為像櫻花 就是日本的代表 它不會消失嘛 就想到這個地方 請介紹 蔡櫻花是滿厲害的答案 你知道嗎 其實本來全球 大概有八萬多種的植物 但是其實現在 已經逐漸的滅絕 特別是只有 對人類有益處的植物 被大量的種植 才得以保存下來 比如說像是小麥 水稻 玉米 這一些的植皮 大概就佔了全球 將近四成左右 那像是有一些植物 就開始越來越少 比如像木蘭樹 蘇鐵 紅山 就瀕臨滅絕 其實銀杏也是變熟了 可是因為它 能夠有助於適容 看起來更加地漂亮 所以反而因此在城市 還會被種植 三種獎金 第一組 曾智希跟若琪這組姊妹 一零三小 三萬九千 三一 陳崇明跟阿格力 還是淡薄名利 要創紀錄了 黎玉玟跟方子齊 還是兩萬元 他們還在唱 第一組 現在目前 再次領先 還是我回來了 下次我通告 我想在看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者他 不要哭啦 看到你 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脫胖 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你還會耶 小姐不惜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 搜尋東森娛樂台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